Hello 大家好 我们继续聊另外一个话题 之前聊了一下买书的话题 我说书的话先放一放 然后等有优惠的时候再买 然后今天聊一聊 钻课和书法 前提先声明一下 我的钻课水平和书法水平 都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不会写也不会课的类型 就嘴巴上说一说 所以我们就浅浅的聊一下这个话题 我比较喜欢看视频 各个平台也有看 就发现有几个问题 我们先讲一下钻课 发现大家对钻课的这个什么呢 也不想着设计硬稿 就用这个打印打印出来 比如说类似风景冷雾这种给他 用一些修图软件给他做好 然后再用这个风油巾或者是类似之类的 给他上时上上去 然后依照这个图案课 那我有的时候看到就在想 这个和雕刻工艺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那不能叫转课了 对不对 就还是打着转课的旗号 然后呢 就只刻不钻 这个问题 也许有人和我的想法不同 这也不抬杠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 很多 就是就光顾着刻 没有看到说有谁去专门 诶我的硬稿怎么设计 对吧 我这个钻字怎么排布 比较合适 或者是怎么样 基本上那看到一些图章呢 都是比如说用修图软件给他弄出来 打印好 然后就这么刻 就失去了原本的啊 就是转课的意义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啊 如果说一个初学者 连基本的写印稿都不能去做啊 我感觉都被一些一些up组给误导了 那他们是有水平的对吧 那你一个初学者 你可以先试试自己去设计啊 之前呢还看到过就类似啊 就是哎 你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个硬稿啊 想白嫖这样的啊 类似的事情 就自己不肯去动脑子啊 哪怕像我之前也发过几个视频 就是你可以移花接木嘛 就是从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硬稿里面啊 你可以去拼凑 然后呢自己去调整啊 感觉舒适了 那你在比如说水银上时也好 反写上时也好 是吧 你去这样的去做 我觉得对于你的提升啊 会有更多的帮助 是吧 有人肯定会说啊 我设计不好看啊 那怎么样啊 那每个人都是从不好看啊 过来的对吧 你只要说你比如说你可以写一写传书啊 王福安的说文不守啊 就很好呀 对不对啊 我们写一写啊 然后自己尝试着去设计硬稿啊 并且把它呃 刻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对学习非常有帮助的 而不是找现成的 那你只会刻啊 刻而不转啊 这个你只是在计法上的提升又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啊 去现成的我觉得确实是在浪费一定的时间啊 这个是一个话题啊 转刻的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书法的啊 我呢 那也是啊很喜欢看类似书法的视频啊 那看到一些现象啊 就是写字呢 我感觉有一些 UP主写字呢 啊 很干脆利落 啊 就是让人有行云流水的感觉啊 这个 看了很舒服啊 哪怕说在教学方面啊 或者是演示方面啊 都让人心生愉悦啊 还有一些UP主呢 啊 就是在那个 呃 所谓的线条啊 在那里造作啊 在那个 毛笔一直在一个点啊 那里啊 绕圈圈啊 画来画去啊 磨来磨去啊 非常的交流啊 我觉得这样子写字 不光你写的累啊 包括我们看的人啊 看着也累啊 我个人啊 个人的观点觉得啊 你在呃 一个点那里啊 在那里弄来弄去啊 我以前呢 也碰到过啊 就是一些老师教啊 小朋友啊 可能是为了方便吧 啊 刚开始啊 先教你几句口诀啊 比如说啊 呃 什么 提啊 盾啊 抖 抖两下 啊 然后拉过去 然后停住 好 慢慢的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那我觉得 啊 写个字好费劲哦 啊 要是这样子的话 写字干嘛呢 然后 他们说 啊 你这 这个不叫写字啊 这个叫书法 啊 那如果说书法 啊 写得这么累 有人肯定 啊 也很反感 拿古人比 比喻啊 但是 你要想 古人 啊 如果说每一个字 都写得这么累的话 那 他每天 有多少事情 不用做 就光 写那个奏折 都可以把你累死了 对吧 啊 所谓的书法 那简单明了 我觉得是 很重要的 是吧 把它捧得那么的 玄妙啊 他们说玄妙 我讲玄妙 其实就是 说白了 故弄玄虚 对吧 把书法捧得那 云泽雾唠的啊 把这个门槛 抬得那么高 我觉得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写字是大众的艺术 对吧 只是说把书法 把写字提升了一个高度而已 好 这个话题呢 太深了 就 讲到这里吧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啊 也许大家会比我有更好的观点 好 拜拜